一男一女趴跪在路边 原来两人疑似开挂着假车牌的汽车上路 被警方发现 时间往回倒转几分钟 在彰化张南路跟中山路口 这辆浅紫色马三高速行驶中左转却自撞 没多久警车就来了 原来远景在几公里外就发现这辆车有状况 8月21号凌晨2点多 彰化警方在三竹路跟张南路附近巡逻 当时路上没什么车 看到一辆浅紫色马三 按了一下小电脑发现 明明车牌号码显示的车款应该是Nissan V 怎么眼前这一辆是马自达三 示意停车受减 对方却踩油门加速逃逸 不到两公里就撞车了 就怕驾驶在车上藏了违禁品 才会心虚落跑 警方贺令对方趴下 两人却直接跪在地上 远景同时也打119请救护车到场 但肇事车内两人都说没受伤 拒绝就医 至于驾驶为什么要逃 而且这辆自撞车根本不是他的 他的车送修 这辆马三是台中一家修配厂 提供给他的代步车 不过车牌不是假车牌 原来修配厂业者有两辆车 其中马自达的车牌被调扣 业者将另一辆已经没再开的 临上车牌拔下来 悬挂到马三车上 因为不是悬挂未造车牌 没有触犯刑法而是违规 车主要被罚五千四到一万零八百元 并吊销牌照 至于开这辆代步车拒检驾驶 无罩部分被罚一万二 拒检要再罚一万八千元 TVBS新闻陈叔贤红彩轮彰化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